今天我今天中午 听见那个窗外 窗外有一个声音 有一个男的声音 他大概说年轻的上 年轻的上 他现在还想叫老头来 还是滚到一边去 是吧 还是滚到一边去 就是说 我这几十年嘛 他还想怎样 这个你没必要想 你自己现在 面临的这些问题 哈哈哈 得去解决 这个习近平 你应该说你面临的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昨天晚上看美国之音 那个讲说 什么 讲那个习近平 的处境 是吧 他其实 他其实就是 今年年初他 习近平 个人崇拜搞不起来 被被被被被被被压制嘛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他今年是 今年挤土嘛 挤土土土压水嘛 土压水所以他搞不起来 那秋天呢 立秋了以后他当然 他就可以死灰复兰 他就可以搞个人崇拜嘛 是吧 那 那去年年底的话 那个搞个人崇拜 比较严重的话 那是因为去年年底他 他水旺嘛 那那是对他有利 那去年年初的话 修改宪法 那个是 是吧 那个是卯月 卯月的话 是习近平的祭神 卯充这个 习近平那个财 是吧 然后呢 榴莲榴莲扮 扮这个卯 所以是吧 他就把这个 这个文书上面的 卯是习近平的 那个那个 印吧 印是吧 这个印是他的祭神 他然后这个被 榴莲给扮了 这个就为习近平 扫除了障碍嘛 在文书上面 扫除了这个障碍 独裁的这个障碍 是吧 他这个 所以讲 他他其实是内斗 内斗他各个派系 内斗江派 或者说 那些 各个派系 邓 邓家 是吧 他他都有内部矛盾 那他因为他跟 胡二代应该 关系也不见得很好 他他想吃尽所有的一切 他很可能野心很大 连我这个人都在 呃 他都想 他都想 怎么搞 怎么搞 那 那他很可能 认为我 我 我把昨天的那些视频 我昨天把视频全部都 那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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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 呃 呃 我是听到一些鬼 鬼说话声音 他说 他说后悔了 后悔了 那很可能就是那些老了嘛 他他之前因为他一直猜嘛 一直猜 那几十年猜过来 是吧 呃 呃 帝家是我帝家的 跟我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是吧 那 那 应该说共产党也不会太久了 那 你这个应该 不至于太久了 那 人家很可能 他认为他很久了 他很久 呵呵 是吧 他现在 这个墙外的说 这个军队已经进香港来了 进香港 嗯 这个香港 这香港名誉很可能是土 很可能是土 是吧 嗯 你看那个89 1989年是几十年嘛 几十年 那几十年 他上半年就可以搞 搞得起来 这几 几十几土嘛 那 那 那他那个 嗯 他那个时候是 嗯 是 那个时候是什么 嗯 是 那 那个时候还是七韵 嗯 那个时候还是七韵 七韵 是吧 嗯 那是佑 是吧 佑 他还没有到下半年 还没到下半年 就被镇压了 是吧 那因为 他这个弟子 弟子 这个四 跟佑 合成金局 是吧 嗯 这个这个 他那个没有支撑 嗯 那今年是 也是上半年 啊 上半年也搞起来 那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也是几土啊 几 几害 到地之害 地之害是很可怕 是吧 嗯 是很危险 这个几土是很危险的 土在水上 是很危险的 嗯 嗯 嗯 但是呢 嗯 这个时代嘛 时代 因为现在是八运 八运是土 是吧 嗯 200 2004年 之后的20年 它这个是八运 八运是 是 嗯 是土啊 吧 嗯 所以 所以这个 2014年以后 民主运动 确实的 它是 比较 比较容易发达 是吧 比较容易发达 嗯 那虽然说今年是几害 几害 地之 是吧 害是很危险的 但是 嗯 但是 就是 它毕竟这个时代 嗯 是八运 八运的话 是土 什么土 嗯 怎么怎么说是土嘛 八运 是土 嗯 嗯 所以 所以说 它还是 有 有那么两下 嗯 然后 香港是死门嘛 香港是西南方向嘛 是土嘛 那 土 现在又是 嗯 那个八运是东北嘛 东北运 这也是土 是吧 所以 嗯 香港是能搞得起来的 土的话 一个 这个 运动很可能 南方的会搞得起来 就是 井门嘛 井 井门 井门是南方 西南方向是土 是吧 还有一个东北 可能 也 也可以 東北 嗯 还有 丹中 丹中的 丹中武汉 武汉那个是 呃 丹中的可能 丹中 可能就武汉 那个地方 那 武汉那个地方 就土旺的地方 可以搞得起来 其他的地方 可能 没没没没那么容易搞 是吧 我感觉 呃 要按照胡锦涛那个八字的话 他应该就是说 他那个八字确实不好 是吧 他要是说没有这个 现在 现在是 巴韵是土 是吧 是胡锦涛的光 如果他不是这个时代这么好的话 胡锦涛估计也是很很糟糕的 是吧 境遇很糟糕 呃 呃 但是 因为 因为这个巴韵 所以说 我之前有说 我说胡锦涛 呃 丹生 丹生年以后 如何不利 如何不利 吧 那丹生年是 呃 丹生年那个是 二零 二零一 一 一 一六年 是吧 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我认为 胡锦涛就要完蛋了 是吧 但是胡锦涛还能站 还 还没 没事嘛 那就是说明 这个时代 总时代的运队 对他是有利的 呃 就是巴韵嘛 对胡锦涛 所以他还能够维持 是吧 呃 所以说胡锦涛他算是 顺时代而走 是吧 呃 这个这个 跟他的 跟他的八字 他 他的损责跟他的八字 他 他的损责跟他的八字 是有关系 呃 然后胡锦涛 呃 呃 我前面说嘛 我说这个 这个二十年香港 为什么前面十年没有动机 后面十年有动机呢 那是因为前面十年是 呃 差不多是胡锦涛当政 呃 后面十年是 就是习近平当政 是吧 所以这后面这个十年 呃 这个香港运动就这么平凡 就这么平凡 那胡锦涛他的 选择是对的 是是当初 他当初他对香港的处理方式 是对的 是吧 他是顺利这个时代的发展 所以他 也就 比较平安无事 是吧 那胡锦涛应该说他会 嗯 可可以吧 他 他应该会 平平安落地 没死 是吧 呃 因为下面 下面 呃 九九子大运的话 对他也是有利 那二十年吧 呃 那基本上他就没死人了 嗯 还有就是前面那些 嗯 我的视频都都 屏蔽掉了嘛 是吧 我自己屏蔽的 是吧 然后就是说 呃 我 我这个都 这些视频也都差不多 换了两年了 是吧 那中共方面 都没能理的话 这么久的时间 都没能理 那也就无所谓的 是吧 我当然也是出于 出于我个人方面原因的考虑嘛 那中共很可能 也是要对我进行干预嘛 要要要进行 他就是他 呃 是啊 他们就是 中共他都要管得很快 什么鸡巴士都要管嘛 他所有的一切都要管 因为他管的话 那他 他其实管就是敲诈勒说 他就是索费 他索费 他索费就是钱的费赂 或者信的费赂 一般就是这个嘛 是吧 共产党就是这个意思 他他管的话 他就是 他要操纵你嘛 是吧 那你聪明的中国人 你就会给他行费了 是吧 或者信费赂了 是吧 是这个意思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他 他干嘛要 他要管那么多 是吧 他为什么 一定要管香港呢 他就是这个意思 嗯 他看见你 你 你能挣钱 然后你呢 就像那个 那个陶 是叫陶杰 好像是吧 他讲他 共产党爱管 共产党喜欢管 大家都知道 他管的话 他 他就可以操你嘛 他想操谁 就操谁 就是这个意思 是吧 他什么都管 就是什么都操 就是他就试图 什么都操 嗯 就就是他试图 是吧